73年12月5號 海山煤礦災變不到半年 鄰近的三峽海山一坑煤礦 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 岩盤塌陷 12點到1點左右那個時段 坑裡面最多的事 沒有想到我會變成 這個 我爸爸會在裡面 很慘 為什麼 那人間真的 人間第一 真的是悲劇 可是沒有辦法 出來說斷手斷腳 有的戀目前輝燒得 根本認不出張三李四王五 他裡面有一個聲音 就告訴他說你快跑 我是救人啦 救人啦 當時周宗魯一如往常 去海山一坑工作 中午時間正值工人換班 礦坑裡人最多 就在這個時候 海山一坑發生了沒層爆炸 坑道瞬間大落盤 那個響聲大到一個地步 他覺得是正耳 而且還帶著很大的風 周宗魯以為自己的頭 都要正列了 他完全不知道 此時自己和另外93個礦工 統統被困在 3100公尺深的地底下 存活機率幾乎是零 那他裡面有一個聲音 就告訴他說你快跑 在這一片漆黑 周宗魯彷彿聽見了神的聲音 從來沒聽過神說話的他 堅信這是來自上天的指示 而他又曾經是軍人 在戰場上出身入死 見過各種場面 他馬上冷靜下來 他要去繼續往外走 往外走走了蠻遠的 他說他走了蠻遠的 就找到了一個風管 沒有氧氣 你會在裡面那邊死 所以一般都會 接個風管出來 吸外面的風到裡面去 礦坑內有風管輸送著空氣 周宗魯決定依靠這風管 來保持正常呼吸 也不知道多久了 可是當他發覺到 所有的塵埃都落定了 他就發覺到 其實他周圍已經死了好多人 已經安息了 因為你本來往下挖 本來裡面就危險就越高 為什麼 越深底層氧氣越少 然後越底層風險越大 到處都是工作同仁的屍體 地底下溫度有高達 攝氏48度 這裡簡直是地獄 他只想拼命地往上逃 他就發覺到 有一個非常大的落盤 就是那個石岩石 對攤坊的那個地方 把整個洞口都淹滿了 他根本不能出去 譬如說我們在坑道口 趕快衝密衝衝 衝到坑道就沒事了 可是你這底下你怎麼衝 因為口在這裡這麼嚴 對不對 你衝不出去 所以那個恐懼感更大 落石堵住了坑道 根本無路可逃 周中路想盡辦法要活下去 無可怎麼辦 就我游了小便 就把我的安全保拿下來 就把它殺進去 當我在渴的時候 我就喝了一口 它那個發酵不能喝 又哭又酸又辣了 沒有水人一定會死 該怎麼辦 沒想到他忽然磨到了 濕漉漉的岩石 原來身邊有天然的地下水 周中路靠著地下水 找回了一絲存活的希望 但是到底要何時才能獲救 他還能再見到家人嗎 想到這裡他一定要逃出去 但肚子餓了 已經沒有體力前進 最後他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 我的距離就是 我擱這個肉 就擱那個小腿 就擱這個小腿 就把這個肉拿下來 臭了 不能吃 不能稍微擱了一個 我就擱下他的小腿來 我就這樣一塊一塊地 吃不下去 而且決定他是人 我能不能吃他的肉 周中路面臨生死關卡 悲痛割下礦工屍體的肉 但終究不忍心無法下宴 最後在這黑暗的絕境中 他決定冒險挖開落石 這是求生的委員機會 落石一再崩落 還是一挖再挖 真的挖出一條通路 就像奇蹟出現 可是救難人員嚇死了 那時候已經第四 第五天了 大家一開始還不敢接近 還以為看到鬼才點嚇死 原來周中路奇蹟生還 可惜的是剩下的礦工夥伴 通通都葬身在坑道中 海山一坑礦災 94個礦工只有一人生存 事隔多年礦坑已經關閉 附近的居民一度會聲會影地說 礦工的亡魂 還會出現在附近的榕樹下 有的人也是吸到液氧化碳 就直接在裡頭就自息而死 所以變成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自己已經走掉了 那所以他們才會聚集在榕樹下面 他們在等什麼 在等開工啊 就跟他們以前每天例行的工作一樣 像這種災變發生的人 累生累世都沒辦法投胎 都永遠變故意野鬼 十三歲就當礦工的蔡和成 曾經親眼目睹了奇形礦災 大爆炸就發生在他的眼前 一發生事情一爆炸的時候 你就沒命啊 所以有時候 在裡面死的人都淹死掉 淹死掉他們瞬間死的時候 都不想死 爆炸死人 壓死人 那這些故意野鬼其實很可憐 有特殊感應體質的蔡和成 跟著我們來到海山一坑 但卻已經感應不到 當年罹難的礦工 一坑本來他原來的那個坑道 保留廢墟的時候 那個鬼十一點 五點 都還可以出來活動 現在被我們站圍機以後 他們完全整個都廢掉以後 他們這些沒有辦法投胎 這些鬼就沒辦法再 在這個坑道活動 沒辦法 泰山一坑整塊區域 現在是私人用地 也已經改建 唯一生還的周宗魯 後來在教會當牧師 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過世 不過他奇蹟的求生故事 也在台灣礦工史上 留下特殊記錄